比赛还是要看临场的发挥 对 他平场水平是可能比对手高一点 可是他今天的状态特别不好 那你也没办法去猜 这球也是一样 刹到一个中午平身的位置 这可是韩国队以前就比较习惯打的一个线路 但是有一段时间还是被中国队破解了 但偶尔有时候现在又会拿出来用一下 好球 对 铁销琛虽然失误比较多 但是他出球有时候 嗯 他的意识他的线路还是比较活的比较多 他就属于那种最大的优点就是有特点 最大的确认也是有特点的队员 对 11比9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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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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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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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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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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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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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